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老范 今天啊,跟大家讲讲 李佳琪在做哪些改变啊 李佳琪到底在怕啥 这个事其实很简单啊 李佳琪怕这个枪打出头鸟 原来呢,他还可以跟威亚去抢一抢这个一哥一姐 现在他就孤零零的在上面了 威亚跟雪梨已经成劣迹艺人了啊 所以他呢,也需要做未雨绸缪啊 也需要去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要去向后退一退 所以呢,他呢,再开始进行一些改变啊 这直播电商流量要开始洗牌了 咱们呢,先讲讲说这个啊 淘宝对于这些MCN机构到底是什么态度 或者说这个态度有什么转变 然后呢,咱们再讲这个李佳琪呢 应对这些改变啊 李佳琪和他这个公司叫美万啊 美丽的美,万的话是12341啊 就是那个英语的万,one,每万啊 再怎么办啊 第一个,淘宝 对于MCN的机构呢 已经开始转变态度了 他们原来啊 就是,其实淘宝对MCN还是相对了 所以还算比较开放 就是呢,这些MCN机构去说 我在淘宝播两天 然后出去这个抖音上播两天 去这个小红书上播两天 这个事呢,其实是没问题的 对吧 这个事是做的 就是淘宝还是挺鼓励他们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啊 只有淘宝自己是电商 你出去播了呢 最后你还得把流量引回来 对吧 你还是要这个 最后成交的这个单子 还是要在淘宝这边做 所以淘宝原来对这个事是非常非常开放 就是淘宝鼓励了一下MCN机构呢 去把这个外边的流量耗回来 这今天会讲很多这个耗 耗羊毛 耗羊毛 这个字有些人念 应该是念耗 对,这个反正比较复杂啊 然后对于这个MCN机构在外的合作呢 也相对来说也比较开放 就是你做MCN机构了 然后你说我在其他平台上也播 然后也这个挣钱 这事呢 淘宝其实不太管你 现在呢 这个淘宝肯定会慢慢的发生变化 而这个变化在哪呢 咱们前面讲了啊 快手已经把淘宝的链接封了 你可以在快手上播 播完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快手上买就完了 你就不要再去淘宝上买了 对吧 那么淘宝也要开始走自己的路 淘宝的路呢分两条 第一个呢 就是我自己开始做MCN机构吧 就是你们都MCN了 我也MCN算了 对吧 我直接去邀请这个抖音啊 快手啊 这个小红书啊 邀请他们来入住 说你们到我这来吧 我这直接播完了就买东西啊 这个大家都绑好了支付宝 然后这个嗷嗷代补的等着买东西呢 哎 这一个是淘宝准备自己干 然后第二个呢 哎 淘宝呢 这个其实不光是淘宝啊 这个所有的流量平台 现在都在干同一个事 这个事是什么呢 这个事啊 叫做 啊 去 叫掐尖 我们要把那最上面那个流量集中的那个人干掉 对吧 这个他们老讲叫一经落儿万物生吧 那我还把最上面那个干掉 然后要把下边的培养起来 这个叫什么呢 叫鼓励品牌自播 啊 你是卖这个臭豆腐的啊 你就自己出来播 然后你是卖这个什么茶叶的 你就自己出来播啊 你不要去这个啊 找那个大伙来替你播 哎 他们现在都在干这个事 甭管是淘宝 抖音快手 哎 包括小红书都在干这个事 叫品牌自播 为什么会鼓励这件事 那只有这样的话 他才好卖广告 才容易把这个内容分散 他这个智能会见算法才有作用 对吧 这个事是一个 呃 就是关面上的一个说法 那还有一个什么说法呢 就是你像威亚李佳琪这些人啊 他们呢会绑架 这个品牌方 会绑架品牌方 对吧 你只有用户量大了以后 你才可以去跟这些品牌 去跟这些平台去谈条件 对吧 他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就是他不希望你来谈条件 你们都是这个 很小很小的去干就完了 你不要把它搞大了 这是我讲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我不知道真假 这个以前在这个清朝的时候 包括到民国的时候 实际上咱们没有这么多民族 这个除了汉族之外 剩下的满猛藏汉回什么的 这可能就这么紧了 但后来呢这个就这些民族经常有人闹事儿吧 然后到解放的时候呢 这个啊就有人问啊 说这个您看我们现在啊 应该有多少个民族啊 对吧 这个被问的人呢 正好是那年是这个56岁生日啊 说那咱就56个吧 对吧 所以就出现那种几个人也成为一个民族 对吧 他就变成这样 那么除了一个汉族之外 剩下的人 你说你是一个多么大的民族 哎呀 56分之一嘛 对吧 这个你跟谁这个啊 去讲道理啊 对吧 你你你凭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吗 你也就是56分之一嘛 反正你不是汉族 对吧 汉族我现在跟你大家一样 都是56分之一啊 这个这个咱们就 讲的稍微有点远 但是呢 这个啊 确实是就是把这个大的都干掉 然后呢 分散掉 哎 咱们分散开来以后呢 这个啊 就可以这个啊 制定各种规则 执行起来都比较方便啊 不会有人不服管教啊 不会有人上来跟我谈条件啊 这个事 他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 这个出头鸟啊 这个李佳琪同学呢 就要调整方向啊 就要调整方向了 这个他呢 你说真的是没有成为猎记艺人 真的是因为他的税脚子齐吗 哎 这个咱就不说了啊 这个事儿 甭管是雪梨也好 还是威亚也好 都是做了啊 很详细的这个 或者说请了最好的税务规划师 来帮他做税务规划 对吧 然后当有人告诉他说 你可能脱税漏税了 然后还马上冲上去补税 然后把很多人家没查出来了 都补了 然后最后呢 你还是不行 没有什么重大立功表现 然后这是差那么一点点 没有这个 最后还是说我要罚你 然后还要公公事 还要封所有的账号 然后你是猎记艺人 这辈子不许再吃这口饭了 还是变成点 前两天那个叫邓伦啊 邓伦是个演员 但是他演的戏 我从来没看过啊 因为我不怎么看国产电视剧 对吧 他那个更明显 一共4700多万的这个偷漏税 然后呢 他赶快让他的财务上去交税去 赶快补吧 你说我偷漏税 咱赶快补呗 对吧 他补了4300多万 还是4400多万 然后呢 这个还把那个没有查出来的 然后大概又补了 可能1000多万 还是补了多少钱 然后最后啊 说这个不行 你最后差300多万 没补上来 然后呢 给你公事了 然后这个成为猎记艺人 所有作品下架 那你说是邓 邓伦傻吗 还是那财务傻 今儿我还看有人写文章 说那个财务傻 对吧 啥也不懂 然后事搞不定 你这事其实很简单 你如果真的给你把这个单子放那了 说4700多万 你把这笔钱补完就完了 他不是这样 微不可测 行不可知 则微不可测 对吧 你到底犯什么事 我不告你 对吧 人一抓进来 出什么事 你自己不知道吗 对吧 你就老实交代吧 那你就交代吧 那这个事你没法确定说 他到底是惦记罚你哪一笔 对吧 你只能是说 我认为可能有问题 我都交代了 然后这些有些好多 还是他自己没有掌握的 然后你都多交代出来了 那人家就一直 也把钱也都收了呗 但是他只要说他掌握了 你没交代的 或者说你跟他没对上口径的 差一分钱 你就是猎记艺人 对吧 他是这么个玩法 所以这个李佳琪呢 你说他前面能够 躲得过去 这个事 绝不是说他的税 别人交的好 是不可能的事 都是一笔烂账 从上到下 没有任何人有区别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他不给你任何的 这个补的机会 所以他一定要调整 咱不说交税的事 咱就说流量的事情 他不能够继续做这个大V 还是说要把他的流量分散开 既然要分散开 他就要有一些新动作了 我们来讲讲李佳琪的新方向 做小程序 做小程序 他们好像全体女性的什么小程序 大概做了这么个东西 是每万来做 做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小程序里买的东西 不光是淘宝的东西 对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抖音的 不是抖音 还有很多品牌直销的东西 比如说我是品牌的这个直接的电商 我直接在那买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京东的东西 也开始卖 我就不再现实跟淘宝合作了 我哪的我都可以卖 对吧 这个玩的是什么 就是私欲流量 像前面我讲的那个 威亚会不会回归那一期里也讲了 他们的真正流量在哪 他们的真正流量不在淘宝上 淘宝是个电商品的 他们的真正流量在一大堆的QQ群里 我有好多好多的QQ群 然后呢 这些群都有人运营 有人在管理 这个每天大家买什么东西 然后怎么去喊价 怎么去调动基金性 怎么去这个提醒 你大家来看这个直播 对吧 怎么去这个 跟每一个人去沟通和确认 你的所有的订单的跟踪 都是在微信群里 所以李佳琪也好 薇亚也好 任何人也好 他这个包括雪梨 都是大量的人在运营微信群 然后运营完了微信群以后 这些就是私欲流量了 现在呢 靠小程序啊 靠这些东西 就可以把这个私欲流量 直接运营起来 我就直接在这卖了 我不用天天上去 这个喊五个小时 开干这个事了 对吧 我可以干嘛呢 我就可以说 我就在这卖东西 我这是个店铺 你就直接在我这买 对吧 你不需要去这个什么去了 你就不需要再去这个 去天天盯着我去看直播了 而第二个呢 就是说大量的这个助播团队 就是原来呢 他一人在上的说 一人说五个小时 对吧 然后有一堆人递东西啊 给人喝水啊 然后这个放价格呀 或者说这个啊 这个这个做产品演示啊 这些人叫助播团队 这些团队呢 都开始突围啊 那么一个一个就分散开 分散开以后呢 就不光是在淘宝上 你在抖音快手小红书 所有这个地方啊 都去啊 你们都去这个给我去啊 说去啊 不要这个都在一个地儿说 咱们这个全分散开 这个你说淘宝管不管啊 淘宝呢也管啊 不是完全不管 比如说这个李佳琦 这个小程序的上面 这些这个卖东西的链接啊 就是那些厂商的还在 比如说你什么化农品厂商的还在 但什么都没了 京东给干掉啊 对吧 你你这个淘宝也不是泥捏的 对吧 这个虽然咱现在每天被重锤来 重锤去 哎 还是把京东的干掉 这个啊 但是他们呢 从李无量角度上说 哎 他们已经分散开了 到抖音 到快手 到小红书 到各个地方去播去了 啊 后边可能还有多多视频啊 也会去播 哎 李佳琦呢 现在就开始走这条路 就是说我不捆你这个淘宝了 我也不是说就在你那待着了 我四处跑了 而且呢 这个大家看啊 淘宝在干嘛 叫鼓励品牌自播 李佳琦呢 走向另外一条路 在鼓励品牌自播之外 还有一条跟他完全相对应的路是什么 就是严选模式 就是我啊 很厉害 然后呢 我对这个东西很懂 然后我选的东西都好 对吧 就是往严选走这条路 我记得往严选前几年干的那个好多是什么项目呢 就是叫 叫什么呢 那个新秀丽童场 啊 或者是叫善魔师童场 那新秀丽做香包了 善魔师是做这个保温杯的啊 当然我的我的保温杯不是善魔师啊 我有善魔师的杯 对 然后什么叫童场 童场这个词呢 其实本身是叫做是违约的啊 它违不违法 咱们不说一参是违约的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善魔师这个牌子啊 他做保温杯的 他呢在中国一定会委托一个工厂来替他生产 但是呢 委托生产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委托协议里头一定会有一条是什么 你不可以用我的品牌去宣传 对吧 我的品牌是善魔师啊 这么多年积累打磨打广告 然后这个产品设计风格什么这些东西搞定的 对吧 你就给我生产了 但是你不能去说啊 你去替善魔师生产了 然后你再去生产别的 然后去抬高你的身价不行 这个IP是属于我的 对吧 所以这个善魔师同场那件事啊 他本身是违约的啊 这个是不能宣传的 咱们说这个呢 可能大家没有什么印象啊 没有没有什么感觉 咱说一个大家有感觉的 呃 韩国现代啊 去坐汽车的 他早期干嘛呢 其实到现在他也还干好 我都干这个事啊 就是他给奔驰啊 生产很多零飞价 这个好像是像什么有一些 我忘了是哪些零飞价 他就生产 然后这个事 他是被奔驰告过的 他呢 就是出去打宣传去了 啊 说奔驰什么什么东西 是我这产的 那奔驰是说你这个 就是我给你生产了 奔驰是多少年的品牌 对吧 汽车恨不得就是我发明的 那我看得起你 或者说你的这个产品 做的物美价廉 然后呢 也通过了我的技术审核 我才让你去生产这东西 然后但是前提条件是 你不能蹭我的热度 不能蹭我的品牌 这是一个品牌管理的一个 啊 很核心的东西 哎 然后呢 他们去蹭 说那个 现在就说 哎 我我替 是现在还是大鱼 我忘了 反正我替奔驰生产 什么什么东西了 然后最后被奔驰给告了 对吧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严选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 讲的稍微有点远了 啊 严选的底层逻辑就是一个 就是 由一个人啊 就是大家不要再去看品牌了 由一个人说我推荐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是新品牌 啊 这个品牌原来没不存在的 但是呢 我来推荐这个品牌 然后我让这个品牌做起来 哎 这个我替你选过了 严格的选拔吗 哎 我替你选过了 然后你就相信我就好了 比如你相信李佳琪 李佳琪选出来的一定好 哎 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看到说大量的这个 新品牌 实际上都是像李佳琪啊 像以前威亚他们推起来的 哎 以前是这个 呃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品牌 就是很多新品牌 实际上都是这么来的 就是他们可能原来也是代工厂 哎 以前呢 管这种人叫逃品牌啊 我说管这种项目叫逃品牌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这两年逃品牌已经越来越少了 对吧 在在淘宝淘宝出不来品牌了 对吧 你在淘宝里 他只能是越在越来往这个越下走了 那现在这些想去做新品牌的人怎么办呢 啊 现在想做新品牌的人必须要去这个小红书啊 这个什么抖音啊 快手啊 要去这种地方做了 对吧 淘宝上 你想再出个新品牌 这个事已经很难很难了 就是原来呢 大家能站住脚就站住脚了 而且品牌走到一定程度呢 你会受到淘宝的制约啊 好啊 李佳琪的现在新方向就是我走出去啊 走出淘宝 淘宝呢 我还坐着啊 然后啊 把祝伯团队都拎出来 而且现在呢 李佳琪自己也在往后退 哎 这个原来的一天播五个小时 现在可能一天播两三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就是一开始啊 两三个小时呢 都是由其他的人来播 最后的一会儿是他自己播 现在不光是李佳琪在往后退啊 这个罗永浩也退了 就是原来的一哥 对吧 这个李佳琪肯定是一哥了 但是这个名声最响的 也应该是罗永浩 罗胖子 对吧 他现在也退了 说我账还完了啊 这个拿到一大笔分手费 然后准备进军AR 只录明灯啊 这行业明灯 是这个啊 冥王兴的名啊 这个就是他去干啥 啥就废 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听我节目的人 有做AR了 哎 您您考虑考虑是不是换个方向啊 他只要是这个 这个啊 老罗山的项目就没有一个成的啊 不是不是没有一个成的啊 是这个行业 只要他进来就废了 对吧 前头这个英语教培啊 这个已经挂了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手机啊 其实他进来以后 就是基本上就收关了啊 除了小米华为 Oppo微博之外其他的就还收锅了 就没了 然后呢 电子烟啊 出来以后还做了一段时间电子烟 然后电子烟也基本上被挂了啊 现在人家说来说了啊 还做 做这个直播啊 直播现在基本上也算挂了 就算没挂的像这个李佳琪这种的 现在也是在准备安全着陆啊 所以呢 就是老罗基本上干一干一行 毁一行啊 现在人家准备看上AR了啊 大家自己想一想 想远了啊 再往后 咱们讲的MCN机构 MCN机构的价值在哪 啊 其实我们讲了很多跟MCN机构相关的事啊 比如说包括前面讲的这个啊 李子柒的事啊 包括这个啊 叫这次讲李佳琪的事 实际上他们后边都是MCN机构 MCN机构的价值 第一个就是他的最核心价值 实际上就是这个大网红本人啊 没有任何其他的 可能一个MCN机构的这个啊 50%往上的价值 就是这个大网红自己这一个人 所以这个很多MCN机构 跟这个大网红之间的关系 怎么处 怎么来处理这个事 其实是这个非常麻烦的啊 经常会处理各种问题 不要说啊 我是MCN机构 我可以孵化出好多好多网红来 别想那个 你孵化出再多来 跟那个最顶部那一个人比起来 基本上都是九牛一毛 你像李佳琪这个 他把这个各种助博团队都拎出来去 四处突围 但是这些人能带来的这个销售额 这些人能带来的这个流量和订单啊 根本就没法比啊 是起不来的 第二个呢 就是MCN机构的这个价值在哪 就除了大网红之外 就是各种合作关系啊 我跟平台合作啊 跟抖音跟淘宝跟快手 我去谈各种合作 我去这个争取各种政策 去搞这些事情 把这块呢 包括跟各种品牌厂家啊 跟这些人去合作 这块是有价值啊 但是呢 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为什么呢 这个抖音也好 这个卖化妆品的公司也好 他们都是做生意的 他也希望你能够把他东西卖掉 这个事就会好很多 所以呢 就是说我只要上人来接洽就好 不是说这个事一定就做不成 或者一定做的成 或者说你一定是 这个谁是谁是你爹 或者你是谁是谁的爹 这事才能干啊 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大家都是来做生意的 你只要大家差不太多就可以做 这块是这个合作关系 然后团队啊 就是我会有一个完整的团队 然后做各种行政助理 这块呢 也是有价值 不是说没有 但是呢 它也不是一个关键价值 就是它的可替换性很强 最后一个呢 就是MCN机构经常出来吹牛皮的是什么呢 叫方法论 对吧 我知道怎么培养网红 我知道你上那应该喊什么 我知道再怎么样来调动用户情绪 这个事呢 你说它有道理吗 它呢 有一定道理 这些人肯定会不断的总结经验和教训 来做这个事 这是没问题的 然后也做很多AB测试 但是这个事啊 又是一个伪科学啊 或者说叫智商税 为什么呢 就像我前面说的MCN机构一半以上的这个价值来自于你一个大网红 对吧 如果你真的能够这个复制这个大网红 能够孵化出一大堆大网红来 那么只能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那大网红不够红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你可能真的就是说大家都不够红 就是大家都在这狗言残喘 然后都在那混 你就是一个这个骗这个 或者说卖这个假教材 卖假课的一个人 对吧 其他的都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 所以说这个方法论 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啊 就是说当你是一个小白 当你进来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跟我现在录这个视频似的 也有人说啊 你这个啊 应该先说什么 后说什么 结构应该怎么去调整 对吧 应该怎么去打一个光 然后应该怎么去做什么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呢 都是形式 对吧 他有效吗 他会有效 就是说他会在我这个基础上啊 变得好一点 或者坏一点 但是这个事呢 其实是没法验证的 为什么呢 怎么叫验证这个事 就是你一定要有两条 一模一样的视频 比如说我今讲这个 李家琪的这个事情 完全一模一样 然后呢 还要找到两拨 一模一样的人 或者说两拨这个抽样吧 两拨很相近的人 然后在同时给他们看 然后看完了以后 我来收集反馈 只有这样才能验证说 这事行还是不行 你比如说我今天做一条视频 明天我又做一条视频 一条比如说 我是按照一个 这个灯光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构图来去做 另外一条 就像我现在这样 就随便说了 但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到底哪条播的好 哪条播的不好 其实更关键的 还是看我们到底说了什么 不是这个故事 是不是吸引人 其他的其实没那么重要 就是他的这个 所能带来的这种感性呢 你是没法去验证的 他还不像我们 比如说以前做APP 你可以验证这个事 像谷歌是有这种功能的 你直接可以再进行 挥度发布 对吧 我可以发布这个 500个新用户 然后发布版本A 500个新用户 发布版本B 然后同事发出去 然后一天以后 你收集回来数据 说A5 这个A的用户 怎么怎么样了 B的用户怎么样了 你可以来干这个事情 但是视频这个 或者内容这个东西 就是咱们就说吧 两条一模一样的内容 这个事有多难 就算是比如说 我今天把这条内容 一模一样讲两遍 对吧 我也可能第一遍讲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精神饱满一点 到第二遍的时候 可能就困了啊 也或者我讲第二遍的时候 我也想起点新故事 我又把这个笑话 补充进去了 大家听着又哈哈一乐 这个事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你没法去做 这个非常严格的这种 这种啊 比较说这个效果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啊 对还是不对啊 因为我前面去这个 啊 寻记做了几期嘛 然后他们说啊 你应该啊 做一个好的封面 后来我说你验证过嘛 好封面就一定比这个 直接上个大脑的这个事就好吗 而他们也没法验证 因为每一条视频 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两条视频 这件事都不存在 就算是存在 我们也没有在同一个渠道 可以出去说进行灰度 发布的这个条件 比如说我一模一样的 两条视频 一条是有这个 封面制作的 一条没有的 这个我发给这个 500人这个什么的 或者发给50个人 咱没那么多用户 对吧我现在一条视频大概就播个千把次 那么我比如说发给50个人 这个 呃 有有封面的发给50个人没封面了 这个事呢 他是他是没法干这个事 YouTube也没给提供这个 呃 叫做没给我给你提供这个功能啊 所以这个事就是 啊 方法论这件事 呃 不是说完全没用 但是呢 基本上是个智商税 我的感觉啊 基本上是个智商税 最后啊 跟大家讲 就是 不要在平台上做平台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点 任何人啊 你们想去创业也好 想去这个做商业啊 做业务也好 不要在平台上做平台 这个以前猎豹 惦记在谷歌平台上重新做广告系统 对吧 或者说这个把自己变成一家广告公司 啊 这个就不对 他这个东西就是在平台上做平台 包括这些薇雅 李佳琪 对吧 像罗永浩这些人 他说我想在这个 你的这个里头变成MCN机构 啊 我想在这个大平台里变成MCN机构 然后我自己来这个啊 控制这个网红 控制这个品牌 控制商家 控制价格啊 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还可以跟这个平台之间有溢价权 可以去谈判啊 这个事就不要去干 二房东是没有活路的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内卷成这样 啊 他甭管是这个大平台是靠人啊 来把你干掉 还是说靠这个系统啊 靠数据来把你干掉 这个事他都活不下来 因为你毕竟是在人家平台上混饭吃 你不是自己混饭吃 对吧 你在人平台上他有规则 这些规则天天改 而且规则背后的各种数据 你不知道他知道 就跟他讲那补税似的 说我说你头缺税了 你自己上来自己交代 出了什么事你自己上 上完了以后最后你发现 哎 四千多万都补了 然后最后差三百万 没对上 人家就不告诉你是什么 对吧 各种言行拷打 你就说 哎我就 说吧 今儿我 我现在心里有一个数 对吧 你必须告诉我说 我心里想的事情 然后我就开始把这个人 开始言行拷打 对吧 然后如果他猜不出 我心里想的那个数 我就打死他 现在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各种平台 其实 这都有很多是不公开的东西 对吧 他会来搞这个事情 不要去做二房东 一定会死 然后平台呢 在早期啊 同床异梦啊 就大家可能还是这个表面上 会比较光鲜啊 说我会扶持MCN机构 我给MCN机构各种这个支持 各种鼓励 然后给他各种这个 不能叫回扣了 就是补贴啊 我给你补贴啊 请你到我这来来入住 然后给你各种流量啊 给你各种这个东西啊 来啊 走这条路 这个呢 是这个早期都是这么干的 但是一旦说这个路子稳了啊 说我们已经发现了 我们这个直播电商 这个事已经搞定了 没什么问题了 那么下面就是要这个泄墨杀驴了啊 或者说大家该分道扬镳了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有被杀的 比如像啊 威亚就被杀了 是吧 这个还有些人呢 就要另寻出路啊 像李佳琪呢 就是要另寻出路 是淘宝呢 哎 我还跟你合作着 但不是说我就跑了 不跟你玩了 对吧 还跟你合作着 但合作的过程呢 哎 你就这个什么就完事了啊 你就这个挣你的钱就完了 然后呢 我也不依赖你 剩下呢 我就是把谁啊 做直播电商 我就都去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这个咱排斥了 这个大家都是钱啊 都去挣 然后呢 你们都去鼓励这个品牌自播 对吧 但是总有些新品牌说我希望靠李佳琪的热度 再再上一把啊 或者说我们原来有很多套路 对吧 我先给你都套路一遍 哎 还是还是有它的价值 所以未来呢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啊 这个要把这个大网红的这个价值呢 要慢慢把它干掉 说我们就不需要大网红 哎 大家都是这个小网红啊 都是这个品牌自播啊 或者说要带播啊 这个叫 这个自播就就不太好了吧 就咱俩都是带播 就是我就是你们这个品牌的带播 你就给我钱就完了 拨完了以后呢 这个啊 或者说我给你一个服务啊 这个服务买完了以后 就这个人就每天啊 到点就打扮成你们公司的这个啊 销售代表的样子 然后就开始卖啊 就干这么一件事就完事了啊 其他的呢 咱就这个就别说了啊 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大的发展方向 就是如果你能够推起品牌来 啊 你就像李佳琪这样改严选模式 哎 如果你说我推不起来 就是一帮这个新人啊 那咱们就入住各种平台啊 跟哪个平台也别记仇啊 就好好干啊 至于交税这个事呢 啊 他是个玄学啊 这个叫雷霆雨露皆是军恩 打着谁了 谁就扣指谢恩就完事了 你也不用想说我能逃得过去啊 或者说我能够这个 有人告诉我偷税偷税了 我就赶快去把这所有的税都补上啊 这个事是不可能的 那随便哪差个一分钱 你就是劣迹一人 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直播流量的一个新玩法啊 就直播电商流量要重新开始洗牌了 这个淘宝在做了这么多年的 然后养了这么多大号以后 然后呢 还是准备把他们都干掉 一经落而万物生啊 走这条路 那淘宝自己是不是会被杀呢 这个不知道啊 咱们拭目以待 现在呢 反正这个前面对他的各种利空应该也出的差不多了 但是这个翻大饼嘛 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政策调整是很快的 不定谁又能盯上这点什么啊 就干掉 也是有可能的 好啊 我们今天就这个罗里巴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收听啊 欢迎点赞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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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